自己做了堆肥肥料 弄個大的桶子 菌在裡面發酵 已經發酵很久 那這個活菌 就不會臭 完全沒味道 那這個 用果皮泡的 用香蕉粉泡的 你看水都 發酵完之後都變輕 那 火菌 火菌的效果不足 你看 每個都磨磨磨磨 那這個要小心 這個火菌 也會發酵 所以會爆 而且 如果太遙望到的話 它裡面很像氣質 有用火龍火的 火皮泡的 那這個是 這是 這是 西瓜皮 這是香蕉皮 這是 這是 橘子柳釘的皮 橘子柳釘的皮 旁邊是秋衣 但秋衣不要去弄到橘子柳釘的皮 它們受不了 它們只吃一般的菜葉 跟素茶 還有這個茶葉 都是活菌 然後讓它們 先 讓它 有氧 讓它發酵 然後過幾個月 然後再補氧 再讓它發酵三個月 讓它分解 分解後 液體 就可以拿出來 當肥料 殘渣就是當堆肥 就是把它弄到圖裡面 也是當肥料 然後這個 都是氣體 這都放了幾個月 那它們慢慢去分解 最後讓這塊全部倒在一起 廢物利用 但是這個就可以讓 植物種得很好 整個花園 全部都是靠這個 自己製堆肥料 自己製堆肥料 做肥料 這是愛草 娃草 這是福州 福州茶 還有香蕉 吃蕉 這個 是這個 就是植物蹈椅